我们说到在现代战场上 无人装备已经成为了一支新秀 根据美国媒体统计的数据显示的 美国空军近年来所执行的任务当中 70%都是由无人机来执行的 而且不管是侦察还是作战 这些无人机几乎从未失守过 他们就凭借自身这种不怕死的优势 逐渐在武器库当中赢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而最近这些年 美国其实还在打造另外一支无人坦克部队 咱们先来看看 没有人开的坦克到底涨什么 2015年5月9日 在俄罗斯纪念魏国战争胜利 70周年的红场阅兵中 阿玛塔坦克一经亮相 便引起了多方关注 据了解 阿玛塔坦克采用了无人炮塔设计 可以最大程度的保证士兵的安全 其先进程度堪称世界之罪 而就在阿玛塔坦克名声大噪的时候 2015年5月18日 美国媒体公布了一条 似乎一只针锋相对的消息 称美国已经测试成功了一款 迄今最先进的坦克 粗齿具 据媒体报道 粗齿具采用了无人驾驶的设计 利用远程操纵的方式 只需按一个键 就可以重新装填弹药 甚至可以变换武器 目前 粗齿具顶部装有一艇 M240B通用机枪 及M134G多管机枪 与普通坦克相比 粗齿具的火力看起来逊色许多 然而 在机动性方面 它的表现则相当先进 在美军的测试中 粗齿具坦克能够在多种高危地形上行驶 甚至还能在冰面雪地上急驰如飞 其样车曾在凹凸不平的泥泞路面 跑出过每小时97千米高速 不仅如此 它还能够轻松爬上 坡度高达45度的山坡 而普通坦克能够爬过的坡度 仅为35度 据粗齿具的研发人员称 鉴于粗齿具的行径速度 和灵活性都很出色 其在战场上的表现 将丝毫不会比普通坦克差 有朝一日 它将代替美军走上战场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粗齿具的操作人员 无需在坦克内进行驾驶 在美军的这次测试中 它的身后一功力处 一直跟着一辆M113装甲运兵车 里面的一名士兵 通过无线电装备 实现对粗齿具的操控 我们讲其实除了这个无人坦克之外 美国的无人化武器当中 还有另外一款叫做无人艇的装备 甚至它有一个称号叫做潜艇杀手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据媒体报道 2012年8月15日 俄罗斯一艘核潜艇潜入美国近海 而美国军方对此竟然毫无察觉 直到一个月之后 这艘潜艇离开时才被美军发现 而这并不是俄罗斯攻击型核潜艇 第一次潜入美国近海 2009年 一艘阿库拉基核潜艇 也曾进入美国近海巡航 而直至俄罗斯媒体披露此事 美军才得知 俄罗斯潜艇曾光临过自己的家门口 近些年来 由于潜艇技术的不断发展 潜艇的噪音越来越小 要想在广阔的海洋中 发现潜艇的踪迹 无异于大海挑战 美国海军对神出鬼没的俄罗斯潜艇 更是颇为头疼 然而 就在2015年4月8日 据媒体报道 美军计划在今年秋季 部署一款反潜无人巡逻艇 这款无人艇 被美军寄予厚望 被称为潜艇猎手 据了解 这款无人艇作战半径 达到了3000千米 再加上高度的自主任务能力 完全具备了大范围作战能力 不仅如此 相比于反潜机 护卫舰等其他反潜装备 这款无人艇 无需考虑任务中途的 物资补给等问题 部署起来更加灵活 改艇还配备了 十分先进的驾驶传感器 导航 雷达等 可以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 在海上进行 长达三个月的 自主追踪监测 有美国官员称 在繁忙海域 搜寻静谧的柴电动力潜艇 就像在一座喧嚣的大城市 监听一辆汽车发动机的声音 美国目前面临着 他国潜艇 频繁进入美国海域的状况 而无人潜艇猎手的服役 将终结这种威胁 所以我们不得不说 美国在无人艇的自主操作方面 确实也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成就 而与此同时 咱们国家以及俄罗斯 其实也都在着力打造 属于我们自己的无人艇 2014年11月11日 第十届中国航空航天博览会 在广东珠海隆重开幕 然而作为一场航空界的盛会 一艘国产的无人艇 却意外地出现在了现场 据了解 这是一款名为 京海的无人测量艇 京海无人艇采用独特的模块化构造 可以根据任务需求 搭载不同任务模块 航程可以达到200公里 不仅如此 该艇已经实现了 与北斗导航系统的结合 可以实现远距离定位 操控 能够进行自主跟踪 航线动态设计 和障碍物自主规避等控制技术 是我国目前最为先进的一款无人艇 京海无人艇 已经立下过不少工军 它曾在2013年 搭乘中国海巡166舰 对我国南海各岛礁 和军港附近的海域进行测量 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 除了京海无人艇之外 中国 俄罗斯 白俄罗斯三国 还共同研制了另外一款无人艇 该艇独特的外形设计 使它具备了隐身的能力 而这对于在无人艇领域 上属新手的中俄白三国来说 确实是不小的突破 相比之下 美国在无人艇领域 已经探索多年 从最初的用内核橡皮艇 改装而成 到如今的 及多种高科技技术 预伸 美军无人艇技术的发展 离不开诸多的经验 而中国与俄罗斯等国 却在短短几年内 便研制出全新的无人艇 这不得不让人感到惊叹 所以我们讲 随着这种无人艇技术的 不断的发展 外来很有可能会成为 无人部队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说到无人部队 其实有一个老成员了 那就是无人机 但是最近在美国国内 却爆出了一个 非常让人惊讶的新闻 据说美国无人机的飞行员们 因为要修整草坪 导致了他们的训练 严重不得 怎么回事呢 咱们一起去看 2015年5月19日 美国媒体曝光了一条 令人震惊 而又哭笑不得的消息 美国军事无人机飞行员 存在着严重的缺勤 训练不足 甚至离职的问题 而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 竟然是无人机飞行员 被抽调去承担 整修草坪等繁杂任务 无人机飞行员 不需要轻负战场 而是加入通过远程操控 对敌人实施攻击 因此生命安全并不会受到威胁 这对于许多人来说 是一件好差事 不仅如此 无人机飞行员 还可以兼顾到家庭 他们可以像普通白领一样 每天按时上下班 不影响家庭生活 而这样的工作节奏 对于普通的战斗机飞行员来说 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奢望 然而 就是这样一份 可以兼顾家庭与工作的职业 在美军中却并不受欢迎 据媒体报道 美军目前面临着 大量无人机驾驶员辞职的问题 美国空军目前拥有 大约1000名专门操纵 无人机的驾驶员 然而每年的辞职人数 却达到了240人 这让美军颇感无奈 按照美军的人数部署情况 实际需要2000名无人机驾驶员 驾驶员大量辞职 导致美军面临着 严重的人员短缺问题 对于飞行员究竟为何会大量辞职 美国空军部长曾公开承认 无人机驾驶员 面临持续执勤 所造成的显著压力 据美国媒体的一项调查显示 几乎所有的美国陆军 无人机驾驶员均声称 他们难以完成 无人机系统驾驶员训练 因为他们除了本职工作以外 还需要花大量时间 执行额外任务 例如修整草坪 清洁服务和警卫工作 但是我们也讲 如果说飞行员 他的训练不足的话 确实会存在巨大的隐患 而最近我们也看到 另外一份数据的曝光 也显示了 在美国的无人部队当中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隐患存在 2013年12月12日 野门贝达省的一支婚礼车队 正在前往拉达村的途中 他们要去参加一场婚礼 然而 就在所有人都喜气洋洋 对婚礼充满期待之时 一枚导弹突然从天而降 一阵巨大的爆炸声过后 伴随着浓浓的火焰与尘土 只剩下尸体与人们的痛哭声 此次事件共造成14人死亡 22人受伤 据事后美国媒体报道 美军无人机原本的空袭目标 是不远处的一支基地组织车队 但不幸的是 导弹偏离了目标 误及了婚礼车队 而这种说法并不能让人信服 据美国媒体统计 在美国所有的无人机打击行动中 只有5%的目标 是事先确定要清除的恐怖分子 其余全部是无人机控制员 临时确定的打击目标 在打击前 很可能并没有经过仔细识别 便发射了导弹 据人权组织最新分析显示 美军发动无人机空袭行动的精准性 大实水准 被杀死41人 却导致多达1147人的死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 越来越多的无人装备走上战场 无人部队的出现 或许并不遥远 然而这些无人装备 在减少了战斗人员伤亡的同时 也带来了不小的隐患 这些无人装备 究竟是人类的帮手 还是麻烦制造者 决定权其实还是在人们自己的手中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 俄罗斯媒体 最近在16号报道说 俄罗斯的前空天防御部队的司令 哥罗夫克城 俄罗斯已经成立了新的军种 叫做空天部队 而新空天部队 也是俄罗斯空军和空天防御部队 整合而成 事实上 有关空天部队的消息 去年就已经披露出来 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 格拉西莫夫 今年1月曾表示 2015年空天部队将正式成立 正在莫斯科举行的 2015俄罗斯军备战上 俄罗斯空军和空天防御部队 以统一的俄空天部队展台亮相 目前俄国防部还没有为新组建的空天部队订购统一服装 他们参展时还身着以前的军服 俄罗斯的空天防御部队是新军种空天部队的主要组成部分 俄空天防御部队成立于2011年12月 主要任务是抵御来自天空和太空的攻击 从当时的空天防御部队它的基本的职能来看 它相当于是做了一个整合 就是把当时的防空力量 反导力量 导弹预警 太空监视 那么这四块呢 它是统一纳入到空天防御部队的这样一个整个的序列当中 据俄媒报道 在新组建的空天部队中 空军和空天防御部队都将保留现有结构 新军种的具体构成暂时还未确定 导弹部队和炮兵很可能也将加入 并可能配备能有效突破欧洲反导系统的伊斯坎德尔导弹 组建空天防御部队呢 它是一个兵种 而现在呢 把空军和空天防御部队进行合并 这个相当于呢是组建一个新的军种 那么这个层次显然比当时的层次更高 空天部队的任务将包括 向国家最高军政领导层汇报导弹进攻方面的信息 还将对俄罗斯轨道卫星集群和航天设备管理提供保障 专家认为 俄罗斯此举将建立有效的梯队预警系统 以应对来自各个方向的导弹攻击威胁 目前俄罗斯已经在加利明格勒等几个方向部署了沃罗涅日雷达 这个雷达可以精确到米甚至分米 除了预警能力以外 新组建的空天部队也会使俄罗斯的反卫和反导能力加强 好了感谢收看今天